在乌克兰两天之内从人道走廊就撤出10万人 如果我们算一下开战16天 整个乌克兰出逃的难民总数目前已经超过230万 230万对整个欧洲来说形成了非常大的负担 那么在境内但是无家可归要往外逃的 据估计还有190万人 其中还有100万的儿童 周边的邻国现在纷纷接受乌克兰的难民 波兰目前为止融流了143万人 对于波兰来说 它总人口的3%也就是143万人 因此人力物力都不堪负荷 另外邻国还有捷克和比利时 他们也有不同程度的困难 例如所有的大型收容场地都已经爆满 还有比利时跟乌克兰属于不同的语系 因此语言完全不通 临时要这么多的翻译员来为千多人服务 那么也形成了每个翻译员 一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的重大负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新一波的难民问题 妈妈轻抚孩子的头发 女儿是她现在唯一拥有的 波拉格这个会议厅里充斥着海同哭声 超过十万乌克兰难民逃抵捷克 距离乌克兰1600公里以外的布拉格 市长表示要尽快开放像是体育馆之类的大型场所收容难民 欧洲难民问题如今雪上加霜 眼前每一个一无所有的难民都期望重拾正常生活 但哪个国家能瞬间接纳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移民呢 华沙火车站里波兰铁路公司捐赠帐篷与食物 服务难民的工作人员们也都快撑不下去 超过143万乌克兰难民涌入 对总人口也不过3800多万的波兰来说压力巨大 工作人员们抱怨政府给的资源不够充足 人力与空间更是问题 许多职工还要上班和照顾家庭 自己疲惫不堪却又不忍心拒绝难民 华沙市区内所有收容中心与接待家庭都满了 工作人员们不断将难民再往周边城市赞助 还有更多难民在边界等待 距离乌克兰2400公里的比利时 布鲁塞尔外市出门口大排长龙 大批乌克兰难民挤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又在寒风中彻夜排队一站几小时 这么多人的诗喝拉萨都是问题 在站住之前还需先登记身份 比利时与乌克兰语言并不相通 翻译员严重不足 每人每日工作超过14小时 1500位难民等待整天 顺利完成登记程序的只有一半不到 联合国难民署估计 儿童难民已经超过100万 逃难的路上可能遇到各种伤害 内心的阴影更难抹去 孩子们长大后可能对远方的家人印象模糊 但战争创伤却不会轻易消失 连大人都甩不开惊恐情绪 回头只是惊恐与伤心 15天内经历人生的惊涛骇浪 有些独自带孩子逃出的母亲 逐渐接受事实 暂时回不去了 只想要孩子有未来 4400万乌克兰人民 还有多少会变成出逃的难民 母亲早已对整个中西欧 投下难民核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